9月9日,在本周,NBA超级巨星安东尼·戴维斯,炒掉了经纪人Dad Falker,他已经在同胡然当家巨星詹姆斯的经纪人李奇保罗接触,打算聘请这名大名鼎鼎的经纪人,帮助自己打理重要事物,NBA将大声。 2.3亿第一大合同,詹姆斯军事监助28加11超级,超越哈登库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事物,就是戴维斯的试约,由于在16到17和17到18三级分别都进入过最佳阵容,戴维斯已经触发了指定球员老将特利。 按照NBA的规定,戴维斯能拿到5年2.3亿美元的超级巨星,一直超越库里的5年2.0亿亿,和哈登的6年2.28亿,成为NBA历史第一大合同。 而戴维斯更换经纪人,就是为了保障自己能如愿拿下这份大合同。 这也将是李奇保罗接下来的最重要的工作,如果能够拿下这份大合同。 戴维斯的平均年薪,将高达4600万美元。 上个赛季,戴维斯已经能够砍下28加11的数据,几乎就要拿到了NVP。 不过即便提胡给戴维斯开出这样一份大合同,戴维斯最终是否同意输约还是未知数。 这还要看提胡最终是否会在转会市场上,给戴维斯带来能力更强的队友,帮助他一起实现赢的总冠军的夙愿。